爸妈,我听说大哥现在开了个公司发达了,你们也应该去他家想想轻浮,都这么多年了,他也没来看过你们,真是太不孝顺了。 是真的吗,儿子,难怪他这几年都没联系我们,原来是挣大大钱了,那我和你爸也要让他养老,可不能让你一个人照顾我们,儿子,赶紧收拾东西,把我们送到大哥家。 就这样小儿子反复打听大哥的住处,然后就把父母送到了大哥家。 大哥,快开门,我知道你住在这里,赶紧把门打开,我把咱把咱妈给你送过来了,你就别装不在家了,家里灯还亮着呢,我们都闻到菜香味了,正好赶上吃饭时间,我们大老远过来都饿了,快让我们进去。 然而任凭他们怎么叫也没人来开门。 小浩呀,你就开开门吧,我和你爸来看你了,好几年没见你,真的好想你呀,我们都到你家门口了,你就忍心不见我们吗?你仅仅要是不开门,那我们就在门口不走了,让邻里邻居都来看看你这个儿子有多么不孝顺。 三个人在门口,你一句我一句差不多喊了十几分钟,大儿子不开门,他们就是不走,李浩怕吵到邻居,无奈之下只好开门走了出来。 大哥,你终于出来了,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,我和咱爸咱妈都很想你,这些年一直是我再给爸妈养老,现在也该轮到你照顾他们了,现在他们年纪也大了,都快七十岁了,你可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们。 小浩呀,一转眼都已经过去了八年,整整八年了,你怎么那么狠心都不来看爸妈一眼,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呀,你做儿子的就这样不管不问把我们抛弃了吗? 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舒服,还买了这么好的房子,也不让你爸妈过来住,真是白养你了。 现在赶紧给我们收拾一间房间出来,让我和你爸住进去,以后我们要住在这里养老了,也让我们想想轻浮。 你们找我干什么?怎么还好意思来我家呢?自从八年前我离家戳走那一刻开始,咱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当初发生了什么,难道你们都忘记了?以前的事我也不想再提,现在我劝你们还是跟小兵回去好好过日子,给你们养老送终也是他的事,和我无关,我家这门你们这辈子都休想进去。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大哥,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?这可是咱们的亲爸亲妈。 咱俩是他们一把使一把尿照顾长大的,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赶他们走呢? 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,这八年都是我在赡养他们,你同样也是儿子,为什么你就不能照顾他们了? 这到哪都说不过去吧?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,腿脚也不方便,什么都做不了,总不能一直在我家吧? 我们俩兄弟,应该轮流照顾才行。 就是啊,小浩,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了,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,供你上学结婚,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呢?我们这事造了什么孽啊?生出了这么一个白眼狼儿子,真是命苦啊。 你们早干嘛去了,好处没有我的份,怎么啊?现在需要我来养老了吗?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,既然你们要这样逼我,那我就和你们掰扯掰扯。 从我董事开始,也就是弟弟刚出生,我就被你们送到了乡下爷爷奶奶家,一直到上学,你们也没把我结回家,所以我上学都是在乡下上的,也就是说,我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,就连学费也是爷爷奶奶交的,一直当我考上大学,爷爷奶奶因为年纪大了,没有收入来源,交不出学费,我去求你们帮我交下学费。 可你们是怎么和我说的?你们说过了十八岁就是成年人了,你们没义务再养我,说要学会独立,村里人知道后他们自告奋勇给我捐学费,要不是他们,也许现在我还在工厂上三班倒。 儿子,这你也不能怪我们呀,自从生了你弟弟后,家里就穷得接不开锅了,要不然也不会把你送到爷爷奶奶家,一开始逢年过节的,我们还不是把你接回家吗? 儿子,可是后来你慢慢长大了,你也不愿意跟我们回家了,后来你上大学,那么高的学费,我们自然也是拿不出来,但还是给了你奶奶五十块钱,只是你不知道罢了,你是我生的,怎么可能不爱你,不疼你呢? 爱我疼我? 呵呵,你们就是这样爱我的吗?五十块钱,能做什么? 我大学毕业后,凭着自己的努力进了烟草公司,谁知道工作不到一年,突然领导告知我说已经被开除了,我一下子懵了,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会被开除? 后来才知道是你们带着弟弟到公司,跟领导说我同意把我的职位让着我弟,领导认为我这种人太没组织纪律,说我不适合在这公司站,就这样我好好的一个工作被你们搞没了。 那是我们觉得你是名牌大学毕业,找个工作太简单了,而你弟弟才高中毕业,没有文凭,好工作根本找不到,我和你爸实在没办法,就想出来了这一招,要是你弟弟能领替你的工作,这样你弟弟有工作了,而你找个好工作也很轻松,那不是皆大欢喜吗?我们也没想让你丢工作,只能怪骂领导太计较了。 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?你们想怎样就怎样?你们不是一般的偏心,我离开公司后,人家都笑话我,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留在当地发展,只好去了外地打拼,后来认识了小云,谈了几年的恋爱,想要回老家结婚,他们家知道我的情况,也没多要彩礼,可是你们却连2.8万的彩礼都不愿意出,说什么结婚了就应该独立,这个彩礼不应该让他们出。 可是等到我弟弟结婚时,你们却给他出了22.8万彩礼,我知道后期的不祥,我老婆也很生气,我就想问问你们,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,你们为什么要如此区别对待? 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,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?他是你弟弟,你做大哥的本来就应该让着弟弟,本来他的能力就没你强,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总想多照顾照顾他,这绝对不是偏心,要是你能力比你弟弟差,我们也肯定是为你着想的。 从小我们就教育,你们做人应该大度,尤其是亲人之间就该互帮互助。 那行,这位你们偏心的事我就不说了,八年前,我老婆因为出了车祸,脑干受损,医生说先交20万做手术,但是手术后能不能复原还是未知数,是放弃还是治疗,由我们家属做决定。 当时你们直接就让我放弃,说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得植物人,可是我不能放弃啊,哪怕有一点希望,我都要给他治,那个时候咱家刚好拆迁,赔偿款下来三百万,我跟你们借二十万,你们说什么都不愿意给,说小云这病就是浪费钱,让我别治了,你们的钱要留给我弟弟结婚用的。 我们不是不想借钱给你,医生都说小云能不能治好还是个未知数,治不好那不就是浪费钱吗? 就算能治好,二十万肯定是不够的,手术后期康复训练都需要花钱,要是诚职误人,一辈子躺在床上,那不苦了你们?我们那样做也是为了你好。 俗话说得好,长痛不如短痛,他自己肯定也是不愿意一辈子躺在床上的。 好一个为我好? 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吧?不过老天有眼,小云经过手术,在床上躺了三个月,居然奇迹般的恢复了,而且治疗费一共也就花了十万块,因为我们有医疗保险,看来好人是有好报的。 小云能恢复,那还不是靠我和你爸整天在家里为他祈祷,要不然他买能好得那么快。 妈,你可真行啊?这种话都能说出来,本来那三百万拆迁款,我也有份,因为我的户口还在老家,当时你说那三百万都给我弟弟,以后你们养老问题也不要我管,还说只要我放弃这笔赔偿款,以后你们的生老病死都和我无关。 你们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?当时我们还写了两份保证书,也都公正了,要不要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呢?上面都按了你们的手印。 你再胡说八道吧,我和你爸又不傻,等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,还写保证书,这是不可能的事,你是我们的儿子,怎么会不要你给我们养老呢? 况且,我听村里的人说,自从小云病好了以后,你就开始做生意,挣了点钱又开公司,这几年混得风生水起的, 一年就能赚个几百万,你有现在的成就,还不都是我和你爸的功劳,要不是我们每天祈求菩萨保佑小云,他怎么能这么快好起来? 他要是不好,你也做不了生意,归根结底,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给的,要是我们不逼你,你会开公司吗? 还有就是遗传了我和你爸的基因,所以你可不能不管我呢? 妈,你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,可真厉害啊! 说这些话也不怕丢人,保证书当初可是一事两分的,要不要我现在就拿出来给你们看看,怪不得你们今天过来找我,原来是听说我这几年挣钱了,想要过来分一杯羹了,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里,想让我给你们养老,那是不可能的,我想到以前对我做的那些事,心里就气得不行! 大哥,他们可是你的父母,俗话说,天下无不适的父母,子女对父母一辈子都报不完恩情,不管他们怎么做,终究是你的父母,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,没有他们,哪来的你? 你不想管他们,那就是不孝,做人可不能这么忘恩负义,就算你再怎么恨父母,我们今天来到你家,也在门口站了这么久,你都不打算让我们进去坐一下吗? 我们大老远的过来,到现在没喝一口水,没吃一口饭,你就是这样对待父母的吗? 随便你怎么说,反正我是不会让你们进屋的,我还不知道你们心里那点小酒酒,只要让你们进了屋,那就是赖着不会走了,我劝你们赶紧走吧,别再站在我家门口丢人现眼了,你们不丢脸,我还丢脸呢,我们早在八年前就已经断绝了关系,这期间也没联系过,现在见我发达了,就想来认我,没门 大哥,你还是不是人,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认了,我们大老远过来,你现在连口水都不给我们喝,还直接赶我们走,你是不是太没良心了? 我给你面子,叫你一声大哥,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,我们好心好意在门口说了半天,你既然油盐不尽,那就怪不得我们了,我告诉你,你要是不赡养爸妈,我就去法院告你,让爸妈躺在你公司门口拉横幅,让所有人都知道,你是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认的不孝子,让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,还要让你的公司倒闭破产 随便?我可不是下大的,你们想起诉就起诉好了,我倒要看看谁赢,我手里有你们写的保证书,到时候在法庭上也是我占领,你们要是不怕丢脸,就尽管去告吧 反正给你们养老这件事,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,你们爱找谁就找谁去吧,恕我难以顺从 李浩说完转身进了屋,留下门外目瞪口呆三个人,朋友们,你们觉得大儿子做得对吗?